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4年學測第四題 那我們先聽一下Batelos的英文翻譯 好 那這一題的話 我們看到它的做題邏輯就是這個 R 就是這個B動詞 那B動詞就是前扣的名詞 如果這邊是名詞的話 他們的意思是類似或相等的 那所以我看到前面他舉了這三個例子 那我就要去找這三個名詞 他們的共同性是什麼關係 那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都很常見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他們都是跟牛奶有相關的 對 那這個我就知道說這一塊我一定就是要填了什麼 就是很常見的奶製品 那這個答案選項的話 那這個就沒有任何邏輯了 這個就是一翻兩瞪眼 就是 你知不知道A B C D 哪一個是正確的奶製品說法 那這一邊就完全不關邏輯了 這一邊就是記憶了 對 那所以這個題目的話 它考邏輯的部分比較少 考記憶的部分比較多 好 那我們正確的奶製品說法就是這個Milk Products OK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